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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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麵館由王后區開到布洛倫 哇! 我們這班住在New Jersey Standard Island 和布洛倫 喜歡港式雲吞麵的朋友 有口福了 竹麵館的明火靚白粥 正統港式煲仔飯 慈名牛腩王 還有正宗上海小龍湯包 通通都是港人之愛 竹麵館 竹麵館 好吃到沒王館 竹麵館有三間 法拉城Casina Boulevard 59-08號 電話718-539-8882 明街40-21號 電話718-358-8855 布洛倫五大道 86街8619號 電話718-238-3303 19-285-96 大家好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轉眼間有沒有 眨一眨眼 我們已經入了2017年 時間都不要說過得不快 原來回到過去這個節目已經做了三個月 我今天數一數手指 今天應該是第十幾集 我都忘記了 剛剛做完這個記錄之後 我已經忘記了做第十幾集了 不過很開心還可以繼續在這裡和大家聊天 今天已經是2017年的1月4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犯一個 每年都會犯至少半個月的錯 就是寫日子的時候 譬如今天1月4日我們寫1 然後4 然後很順手會寫16 每年的1月份 可能頭兩三個禮拜 都非常之容易會犯這個錯 或者有時候不只是頭一兩個禮拜 可能是過了兩三個月 都有時候還會犯這個錯 我自己以前犯這個錯 就犯得很厲害 以前小時候做功課要寫日子 要寫日期的 在你的功課上面 我每年的1月份 每年的1月份 日期都經常寫錯 都會寫上一年的年份 希望不會 今天雖然只不過是踏入17年的第四天 幸好我還沒有寫日期 當真的要寫日期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錯 但隨著科技進步 很多時候我們用手機 或者用電腦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電腦或者手機 已經自動幫你寫日期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會比較少發生 在這裏提提大家 現在已經是2017年了 如果你要寫日期日子的話 千萬千萬不要回到過去 不要回到2016年的時候 記住寫清楚寫正確的日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清朗的話 在2016年的時候 總結一下自己的過去 在過去這一年裏做的 什麼做得好不好 在新的一年 你的目標又是什麼呢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過 這個清朗在2017年的目標是什麼 我也不會再重複了 但只不過是提醒一下各位 在每一年剛剛開始的時候 為自己定立一個目標 定立一個方向 讓自己去努力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那好吧 現在一月頭了 清朗在想著 之前又有跟大家說過童年 說過兄弟姊妹這些 諸如此類的節目 也都說了少少關於工作的一些節目 其實呢 清朗做這個回到過去的主題 大家不知道 在這個節目開頭的時候 有一些玫瑰花瓣 寫著love 寫著love 然後又寫著心 然後你就看到我的名字 在下面 回到過去的主持人是清朗 但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猜到 這一系列的節目 究竟是說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呢 清清相識 也是用這個玫瑰花瓣的心形做背景 而這個利奧和智青所主持的 亂戀 也是用這個心心來做背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去想過 為什麼我們會用這個心心來做背景呢 其實呢 我們這一系列的節目呢 全部都是講情的 全部都是想著跟大家講情這個字 問世間情為何物 直教生死相許 無論是愛情也好 友情也好 親情也好 其實都是一種情來的 那其實呢 清清相識 我和智青主要是講這個的友情 那我剛剛說的戀愛 我和智青主要是用他們的一套手法 去表達這個愛情 戀愛嘛 就是戀愛嘛 那其實呢 最初頭呢 清朗這個回到過去的節目呢 其實是想著跟大家講愛情的 其實本身呢 主要是想著集中去講愛情的 那但是呢 那清朗自己也在想 我和智青是講友情 利奧就講了愛情 那如果我又再講愛情 那好像有多少重複咯 那呢 其實我將會都會講到愛情這個 topic 因為二月份來緊 情人節來緊 那但是呢 在我想真正進入回 我最原始的這個概念 去講愛情之前呢 其實我是想著重去講多一點親情 那所以呢 接下來的這幾集 接下來這幾個星期的回到過去呢 清朗都會跟你專注 講回這個親情 講多一點親情 那麼呢 到二月份的時候了 情人節差不多了 那我們呢 就會真是 去開始回這個節目最初頭的概念 就是這個愛情的 那好了 講了這麼大堆口水了 那究竟今天 今天呢 其實呢 是想跟大家探討一下 爸爸這個角色的 那我之前有幾集 跟大家分享過一些兄弟姊妹呢 分享過一些表哥表姐 三高六婆呢 大家未必一定會有 表哥表姐呀 兄弟姊妹的嘛 或者你是 家裡只有你一個小朋友 那你就沒有兄弟姊妹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今集 還有 下一集 或者再下一集 我看看今集 講不講得完 主要呢 清朗想跟大家探討一下 爸爸 這個角色 那在你心目中 你自己的爸爸 是一個怎樣的角色呢 在你心目中 你的爸爸 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或者 你可能現在已經做了別人的爸爸了 那你想做一個 什麼爸爸 怎樣的爸爸的角色 給你的兒子 給你的女兒去看呢 當你想起你自己爸爸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你的子女 都有一樣 有一個這樣的爸爸呢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爸爸 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 那也是 照舊啦 讓我講一點點 我自己的東西先 我的爸爸是怎樣的呢 在我印象中呢 我的爸爸是 非常之嚴肅 非常之認真 有什麼事呢 動些就說要打藤條的人來的 那因為呢 可能我小時候 那時候 都沒有這麼多這種 虐待兒童的教育 我不是說 如果小時候我爸爸打我 現在我會報警的 但是 你知道其實現在 在美國生活也好 香港生活也好 甚至乎在中國大陸生活也好 其實大家對虐待虐打這個詞語 已經是比較熟悉 而這個學校裡面呢 也都是會去教導一些學生 如果你被人打的時候 你要報警 即無論是 老師打你也好 家長打你也好 即大家已經 將一個意識灌輸了給小朋友 就是沒有人可以打你的 但是我們小時候 其實適當的打 都是教育的其中一部分 幸好我小時候 又不算超級無敵勁 但是我都算是打藤條打大的 現在其實 現在這個社會的小朋友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知道 什麼叫藤條呢 或者雞毛嫂呢 藤條就是大概一米長 你家裡肯定有見過的 大概是一米長的 一條 藤條 哈哈 那一發下去的時候 就一聲音 我記得那個聲音是很恐怖的 那 在我小時候 家教的家教比較嚴格 比較嚴格 我們不可以打遊戲機 我們不可以外出跟其他小朋友玩 我們不可以經常看電視 最重要是在爸爸面前拿著一本書 那你就贏了 只要在他面前拿著一本書 拿著筆拿下頭 他就以為你在做功課 以為你在看書 他就不會搞你的 就是這麼簡單 可能因為家裡的家教比較嚴 所以他們要覺得24小時拿著一本書 24小時要做著功課 那就叫乖 所以其實又不可以說謊 因為小朋友會開始說謊 都不是很稀奇的一件事 因為當小朋友長大 慢慢開始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會說一些大話 其實我覺得都不是很出奇 所以呢 由自己小時候說謊的時候 就打藤條 以前如果考試啊 讀書啊那些 就是考試 如果你考不到前十名 那就打藤條 所以呢 都是比較嚴肅的一個家教 特別是爸爸說話很有威嚴的 我爸爸本身 現在他還是比我高 他是一個很高的老人家 他現在 其實他的高度有六尺一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有六尺一 一百八十幾cm 你知道很小時候 你要這樣握高頭 看著你爸爸 就算爸爸媽媽也好 總之大過你的人 你想想你只有幾歲 膝頭那麼小 你每個人都要這樣握高頭 看著他 那當時就覺得 嘩 爸爸很高 很有型 很遙不可及 因為他真的太高了 就算今時今日 在這樣的社會 六尺一都不算是矮了 所以 小時候就覺得 嘩 爸爸 很兇 一來 很嚴肅 很高大威猛 很遙不可及 是有點遠的 可能因為爸爸也是 比較忙著去工作 從小到大 爸爸的工作都比較忙 所以就沒什麼時間 去陪我們幾個兄弟姊妹 所以 是有少許陌生的感覺 而且 一見到爸爸 就會自自然而靜了 自自然而靜了 很乖地坐在那裡 不出聲 拿著一盆書 拿著一支筆 可能是在發牛鬥那些 所以 我想 我對我爸爸的印象 就是他是一個很嚴肅 很認真的人 比較 他說什麼 總之他喝一聲 你就 嘩 立即 很害怕 好 等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跟你探討一下 爸爸這個角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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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好 好,休息過後,我們繼續探討一下爸爸這個人 究竟爸爸在你心目中是怎樣的呢? 我的爸爸比較嚴肅,比較認真 我知道其實有很多爸爸都是跟自己的小朋友玩得好 就像兩兄弟,兩兄妹一樣 很照顧他們的小朋友,很愛惜他們的小朋友 當然,這些爸爸愛心爆棚 其實我相信每一個爸爸對自己的小朋友都一定是愛心爆棚 但是有時候可能基於工作太忙,或者基於一些其他的原因 或者要經常去其他地方工作,沒有時間陪小朋友 那關係呢,有可能會疏遠一點,這個也是正常的 那在我自己的觀察裡面,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看到我身邊的同學的爸爸媽媽 那他們的爸爸通常都是戴眼鏡,或者頭髮會比較少 有時候有點默默獨獨 因為其實,怎麼說呢? 有苦苦無犬子 不是,有句話叫苦苦無犬子 有時候,其實你看一個小朋友的性格是怎樣的 你看到他爸爸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出奇的 因為其實,小朋友很多的性格,說話,語氣那些 跟爸爸很相似的 就好像我以前小學的時候,有些同學 他是比較文靜的,比較不出聲的 比較喜歡咪書,不太參與科學活動 不太喜歡跟別人聊天那些 那你見到他的父母的時候 他的父母都是戴眼鏡,思思文文,不太出聲 比較內向那些 所以你會覺得,難怪為什麼朋友A會這麼靜 因為原來他爸爸媽媽都是一個這麼靜的人 那有時候,你見到一些比較跳跳紮紮的小朋友 比較活潑的那些 你看到他的家長,通常 他的家長可能年紀比較跟他們接近些 可能這對父母就比較年輕的時候,生了這個小朋友 所以,會比較有多點時間跟他們玩 他們的距離會比較接近些 所以,為什麼這個小朋友會很活潑 周圍跳紮紮的那樣 其實,你去看他父母 他父母可能都是比較年輕的一代 這樣就會比較... 是明顯的 是真的明顯 為什麼這個小朋友會有這樣的性格 就是因為原來他爸爸媽媽就是這樣的人 例如,有些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比較年輕的夫婦 他生了一個小朋友 他們的距離就會比較接近 或者是有些比較年長的夫婦 老來得子那些 那你會...其實看到 小朋友都會比較靜 因為可能他跟爸爸媽媽的代溝比較遠一些 距離比較遠一點 所以在溝通方面 可能未必是做得這麼到位 我會分成這幾大類 爸爸來講 我見過很羨慕的朋友 就是他跟他們的感情 好像朋友那樣 可以一起出去玩 當然我不是說去遊樂場玩 那些是長大了之後 他們會願意 自己的朋友介紹給爸爸媽媽認識 他們會願意帶爸爸去遊樂場 他們會願意和爸爸一起去玩車 和爸爸一起去踢球 我比較羨慕這些 通常這些都是一句 年紀比較接近 可能爸爸媽媽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就生了這個小朋友 所以 其實有好有不好 我自己和爸爸媽媽的距離 就OK啦 所以又不是說很遠 又不是說很近 我想叫做正常距離 正常距離 爸爸一直給我的感覺 就是非常認真 特別是工作的時候非常認真 因為我知道其實每一個 爸爸也好媽媽也好 他們去工作去賺錢 都是為了將更好的 給自己的下一代 給自己的小朋友 沒有一個爸爸媽媽 生一個小孩出來 是想他們死的 對不對 這個世界上 就算任何人都不愛你了 任何人都不給你機會 爸爸媽媽一定永遠是你最強的後盾 無論這個世界上 所有人都不愛你 所有人都不喜歡你 都好 你的爸爸媽媽一定一定 永遠都會這麼愛你的 記住這一點 所以 記住 有機會的時候 就要對爸爸媽媽 好一點 我自己也有點慚愧 因為我和爸爸媽媽 就不在同一個地方住 爸爸媽媽就在香港生活 所以有時盡可能 最少一年都回去探望他們一次 有時兩次 希望可以多些和他們相處 如果你是剛剛做了別人的父母 剛剛做了別人的爸爸媽媽 你又會想 給你一些怎樣的生活 給你的子女呢 其實我看我身邊的朋友 很多朋友都已經生了小朋友 其實是我一個這麼失敗 是我一個現在都更單身 不過單身沒問題 我很享受單身 對吧 沒有說一定要有個盤的 這個世界上 Anyways 我身邊很多朋友 剛剛也做了別人的爸爸媽媽 其實每天打開Facebook 真的很煩 第一件事 就是看到 今天的女兒 第一天上學 拍了兩張照 今天買了一件新衣 買了一件新鞋 給兒子又拍了一張照 今天 兒子生日 一百日 一歲生日 三歲生日 又拍了一張照 我現在的Facebook 是給一些BB洗版 我想兩三年前 就是給一些結婚 求婚 婚紗照 玫瑰花 求婚這些片段 是洗Facebook版的 但是近這一兩年 就開始給一些BB洗版了 當然 還有很多結婚 求婚 那些片段 但是比BB洗版 是越來越多 所以 剛剛 初衛人 父母的你們 不知道你們 又想給你們 怎樣的生活 給你們的小朋友呢 如果是一個比較 嚴肅 比較認真的 爸爸媽媽的角色 其實呢 我不會說 哪一種方法 對小朋友比較好 因為 說真的 我自己又不是人家的父母 那 我也沒有資格去批評 怎樣跟子女去相處 才是好的 只不過呢 在這裡 我只不過是想 喚醒大家的一些回憶 大家的一些記憶 究竟 你 爸爸 在你心目中的印象 是怎樣的呢 我知道呢 有些爸爸是 真的很兇的 就是我爸爸 應該不算是最嚴肅的 但是爸爸 比我爸爸還嚴肅 那些 那些就 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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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 那些就是 你 你想要怎樣捱 他們 你的問題 你的選擇 你想跟你子女的關係 有多好 有多親密 有多疏遠 都是你自己的一個選擇 清朗就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其實 血濃於水 我們平時跟任何人做朋友、做同事、做過客也好 我們有選擇 就算我今天認識了這個人和這個人做朋友 明天我發覺我和這個人是不合不來的 不可以做朋友 那就換人了 做朋友可以斬腩的 就算拍拖也好 男女朋友也好 情侶夫妻也好 不對嗎? 最壞打算就是分手 離婚 你可以選擇的 在你身邊的任何一個人 其實你都可以選擇 除了血濃於水的爸爸媽媽和兄弟姊妹 你是不能選擇 所以在新的一年 2017年 我也是想帶一些正能量給大家 還有去換成一些大家可能平時遺忘了忽略了的東西 想令大家去關心這些事 這些人多些 我們可能和爸爸媽媽分開住 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 又或者可能自己已經成家立室 大部分的我們可能和爸爸媽媽分開住 幸好大家住在同一個地方 可能每個星期 每兩三個星期你都會回去和爸爸媽媽喝茶 吃飯 見面 但好像我這些一年才見到一次 就真的比較慘 只不過是想提醒大家 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無論你的爸爸 是一個好爸爸 窮爸爸 富爸爸 衰爸爸也好 總之不要忘記 其實這個人和你的關係 是真的打風也打不掉 無法改變的事實 如果你很久沒找過爸爸了 很久沒聽過他的聲音 不妨打個電話給他 跟他說個Hi 問候一下 爸爸 最近怎樣 身體好嗎 天氣開始涼了 記得穿多衣服 如果這麼不幸 你的爸爸已經不在人世了 你的爸爸已經不在你身邊了 但我相信你絕對會掛著他 你可以晚上睡覺的時候 無論你有沒有宗教送養都可以 不要緊的 不是說一定要信耶穌才可以祈禱 如果你爸爸已經不在人世了 晚上睡覺的時候你可以暈眩眼 幻想一下爸爸的容貌 爸爸的笑容在你的腦海裡 然後用心來和爸爸聊天 問候一下爸爸 在天國的你 好不好啊 我們每個人都很掛著你 我們每個人都很生性 希望在新紀一年 大家可以把和家人之間的關係 拉近一點 因為當日子越來越快的時候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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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不是說你今天錯過了 不像乘巴士一樣 你錯過了這班車 下一班等十分鐘就到 不是這樣的人生 很多事情錯過了就是錯過了 所以我想在這裡提醒大家 當你還擁有這些親情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珍惜 不要等到沒了的時候才來後悔 到時就已經太遲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講爸爸 因為角色講得到這裡 如果你是一個好爸爸的話 或者你是一個好子女的話 快點打個電話給你爸爸和他聊聊天 好爸爸就快點抱著你的子女去吃下去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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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o醬炒班球 蘭粒煙三文魚炒法 潮式凍蟹 紅酒灰牛尾 極品鮑魚雞煲 及角色山滾靚粥等等 週一至週五晚餐九節 週末及假期除外 晚餐在百里停車場免費停車三小時 晚上茶師即叫即正 吃不停至晚上十點 君豪大酒樓 在法拉省羅斯福大道 136-20號三樓 電話718-358-3388 718-358-3388